看到最新消息 大家都很关注 在这个三级的部分 是不是要延长 现在确定了 好 行政长孙昌呢 上午召开了扩大防疫会议针对 现在疫情稍微稳定 决定要再延长两周 也就是全国的三级警戒管制 会持续到6月28号 那在全国各局学校配合停止 到校上课直到暑假 最新消息 全国延长三级的警戒 直到6月28号 好 持续看到疫情 还是没有办法缓解 特别是苗栗更是大爆发 光是晶圆店 竹南厂确诊人数高达了 195个人 在停工两天之后 上午复工 看到员工开始上班 最新现场情形 交易记者林杰 好 主播晶圆店呢 爆发群聚感染 在停工两天之后呢 今天上午正式复工 可以看到门口的警卫呢 忙着控管人流 有台积员工呢排队上班 但人与人之间呢 都有刻意拉出距离 还可以观察到 开车上班的人变多了 就是为了避免接触人群 至于呢 移工的部分 还是没恢复上班 但中部 但中央的规定 薪水照给 苗栗呢 现在真的是重灾区 昨天呢 单日确诊人数 就超过台北市 这几天呢 累计下来 金元店呢 高达195人确诊 连带着周边 超风跟 智邦电子 因为呢 有移工之间的 交叉感染 也跟着扩散 三家呢 电子公司呢 目前共有 216人确诊 至于呢 昨天传出 智邦电子会快筛 台积员工私下透露 要等到明天 到时候呢 会不会再爆出 更多确诊 让人担忧 以上就是 现场的最近状况 好 看到同最近消息 竹苗防疫作战联盟 在国军的协助下 现在也搭建好 大型的快筛站 尽速筛检 大浪的外籍移工 下一步新竹会在竹苗边界 设置香山社区的筛检站 服务不限 竹竹苗的民众 也能够来申请 最新状况 来看蔡宾友局 卫文的联系 对啊 所以你后来就直接戴那个 因为戴口罩 吃了反而不舒服 所以你知道我是谁吗 大白吗 对不对 对 我知道啊 我真的知道啊 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了 好啦 我们大白哥辛苦了 上次遇到他还是在 大甲妈结束那一天 他来送deck就快给我 结果 今天看到已经是穿兔宝宝装了 对啊 那当然啦 等一下都还是要消毒什么的 好 那现在是他们中部在这边 继续拍摄超风电子 那当然啦 因为我们只是短暂来找他们合体啦 因为刚好我们有路过 那现在的话 我们也可以现场来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其实 呃 其实也不只是有社区筛检站 他们在 这种大型电子公司 尤其像是像 智邦超风以及金元店 像他们现在都有爆发这个 移工染疫问题 那他其实在公司这边呢 也都有设置这个筛检站 来筛检自己的包含 员工也好 或者是移工也好 因为毕竟能 毕竟也是公司资产嘛 那当然如果真的又爆发 更严重的这个染疫风波的话 那对于整个公司的营运 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超风电子 他们园区内的这个快筛检 让大家来看一下 好您看到呢 现在这是在电子大厂这边 因为爆发了群聚感染 所以现在也设置了快筛站 然后来进行一个 比较扩大的一个筛检 那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超风呢 现在快筛也出炉 包含有1391位员工在这边 阳性的部分是36位 所以阳性率是高达2.6% 现在超风电子 就是也是受到金元电子 这样的波及 苗栗县府也指出说 昨天针对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超风来做了一个快筛 目前所有快筛阳性 都已经安置在隔离宿舍了 并且也等待PCR的一个检测 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大家 面临整个苗栗科技大厂的 移工群聚扩大 王农协医师就建议了 因为现在感染爆发之前 相关的足迹已经进到社区 所以他认为说 包含了移工在内 所有在这边科技厂员工 应该立刻要来进行 紧急的疫苗接种 相关社区也要进行清零筛查 才能够真正来阻断感染源 苗栗电子厂的移工 由于在感染爆发之前 他的行动就已经很难管束 足迹也很难追踪 所以估计已经有传到社区了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对于移工 及电子厂的一些员工 我们基本上现在应该给他 最好的做法 是紧急疫苗接种 把这个感染源先除掉 那除掉以后我们这些管制措施 就可以大量的解除掉 减少很多公文卫生的一些负担 那另外如果对于这些 我们已经散出去在社区的 一旦塞到了阳性病例以后 赶快就给他做清零筛查 那这个清零筛查还是我们阻断 社区感染链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标准 所以希望在一个零星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赶快用清零筛查去做 才能够有效的阻拦了这个社区的感染爆发 企业或地方政府 不论是自备快筛试剂 或者是自购疫苗 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自保 也在协助政府解决一些防疫上的盲点 以及错误的政策 所以这些东西政府机构 应该要好好的协助这些企业 或地方政府来完成这些任务 那现在看到了很多的企业 能够自购快筛试剂了 所以表示说政府已经改变了他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值得加取的 现在IC的策锋大厂金元店 爆发了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因为人数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现在被载到了 中南部的集中检疫所来安置 有民众有担心 台南收治移工会不会爆发疫情感染 台湾市长会者表示 收治者大部分是阴性 还有居家隔离的人员 要大家不用担心 金元电子 这个要必须依照中央流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要降载 所以他们本身已经确诊的人 除了送医院之外 那没有确诊的人 那也必须在宿舍要降载 要减少人数 所以有一些其他 这个策键是阴性的移工 可能也要疏散到其他地方的集中检疫所 那在台南 其实进来的集中检疫所的人 基本上是策键阴性的 所以只是在检疫14天而已 所以请大家放心 而且中间送的县市包括到台中 到彰化 到嘉宜台南 这些的县市都有 所以基本上数量不是很多 也请大家放心 而且只是降载 因为他们本来一个房间大概住10个人以上 那现在都要降到10个人以下 所以说基本上是疏散了一部分而已 其中检疫所是中央在run的 不是地方在run的 那我们被告被据了解是 这个策键是阴性的 所以说我们 但是即便是如此 我们会加拍警力的在 这个校园门口 来做好这个人流的管制 好受到金元店群聚染疫事件扩大 科技大厂接连有个案出现 台股早盘一度大跌超过200点 但是金元店股价从原本跌3% 一度还翻红 非认为说台股跟疫情 还是会逐渐脱钩的 把时间交给倩涵 你说完全要跟台股脱钩 目前的情况 眼前会活烧的就是像这样 而且也不止金元店 因为用移工的这个竹科的这个厂房 哪里只有金元店 对不对 所以超风也好 或者其他的风中测试厂 你说这个这个细品没有吗 你说日月光没有吗 那他其实距离都有数 对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何把他这个伤口控制在竹科这个地方 不要往中南部衍生 而且你现在竹竹苗 如果能够控制妥大 那让老板不要完全掉了订单 然后以后就追 要追回他的单就很困难了 因为很多的事情 大家不要小看 只是说把他处理 让他停工歇业 目前停工四八 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大排长 你看 这个 即便是科技大厂的老板 没见识过 这个疫情的情况 他居然刚开始 居然会让他的员工 上大排长龙在这地方 事后 即便有中央的单位 我觉得跳进去的这个速度 都不算非常的快 其实当然 他后面检测速度很快 所以我还是觉得 目前你要解决他当务之急 你目前如果要互助台湾科技业的心脏 我真的觉得 政府真的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让企业 自己单独 自己用快筛 自己去采买 他去买他的疫苗 把他的疫苗 你不用捐给别人 企业就是单独 你买进来自己用 赶快去处理自己眼前生产店的问题